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老梁啊 是 大家都說老外啊 這個都很冷漠 但其實NONO他們是 害羞 害羞這兩個字我太懂了 蛤 你的殿堅你沒有害羞 因為你不要臉 那是沸丹妮 沸丹妮要嚼我鼻子幹嘛 怎麼了 不想 沸丹妮有來喔 有...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從小 我就是一個害羞的小孩 你的殿堅你沒有... 我就是一個害羞的小孩 小的時候你看 叔叔伯伯來家裡面做客 我看到他們 我就躲到爸爸的屁股後面 親愛的老梁 怎麼了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其實你誤會大了 什麼 是你爸爸把你拉到身後 爸爸把我拉到身後 有什麼事嗎 因為畢竟 太傷人了 好難過 你見不得人嗎 還怎麼見不得人 不好意思啊 三號攝影大哥 我們私底下是最有交流的 憑良心講 你覺得我長得真的跟家人不像嗎 那三號攝影師這樣的話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樣比較像 這樣有比較像嗎 好啦 其實你跟你爸長得很像啦 你跟你爸其實長得很像 真的嗎 真的啊 我活了四十幾歲 第一次有人這樣講 到底我都不敢聊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 好了 我覺得大部分是冷漠啦 是嗎 所以他們硬要講害羞 我們今天來評評理理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我們台灣團代表歡迎 當然呢 住在北極 都比他們相處 還要再溫暖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歡迎 外國人一般都給人一種 熱情開朗的印象 今天就來聊聊他們的另一面 馬上就來看看 這些看似樂觀的新男們 他們私下有哪些害羞的一面呢 今天我們有做了一個字板 就是各國人的這個一個 掩飾害羞的習慣 對…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 最喜歡吃米波的一個地方 加草莓醬 跟欣怡對象相處 這個一定要害羞的啊 可是如果你的害羞表現出來 讓人家覺得你冷漠 那就沒什麼事啊 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又冷漠又害羞 所以這個人加起來 那就是會變成就是很誇張 那因為其實很多瑞典人 我們都是就是比較冷漠 然後又會害羞 這個尤其是那種 對你喜歡的一個人 你喜歡的一個人就會覺得特別害羞 然後因為我們比較不會就是 主動跟他們聊 因為可能就是怕你講的話 可能無聊啊 或者是問一些問題的對方 是不想回答的一種這種啊 那因為我是特別害羞嘛 那有一次我以前住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個喜歡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猶豫了很久 然後想說啊 好啦我約她出來一下嘛 然後約成功了 然後我們就是去吃個飯 然後我覺得在整個吃飯的時間 其實還蠻不錯啊 然後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自以為還不錯 蠻開心 所以我自己在那邊就是想說 那下次我們可能要去哪裡呢 要去別的地方 然後去做一些別的什麼 然後我們也不是 我意思是說去看個電影啊 然後去別的 做別的 做別的 反正 我會變紅嗎 所以我跟 然後我們就回 我回家了嘛 然後他就傳了一個簡訊給我說 我覺得你今天好冷漠啊 好啊 好尷尬 我覺得就 就是很奇怪啊 為什麼你要那麼冷漠啊 因為從頭到尾都是 他在找那個話題啊 要跟我聊啊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 就是跟他聊天啊什麼 然後就... 然後最後還說 那我們就是... 我們有機會再聯絡吧 然後就這樣子 我的愛情就沒了 那你那一天到底是有多冷漠 你是有主動... 你又跟我出去過嗎 沒有喝酒的狀況下 誰敢啊 我跟你講 對 我們之前... 因為沒有就... 之前已故的型男夢多他說 真的嗎 已經很冷了 他們一開始 剛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們在化妝室的時候 都是夢多主動有跟馬丁打招呼 而且他們在錄這個節目之前 好像就認識嘛 對 他說馬丁是一直不跟他連 不跟他打招呼的 其實馬丁也是後來 還是說所有的人 都不想跟夢多打招呼 有可能 因為其實馬丁後來我們也是 在錄這個節目之前 有在別的地方碰到啊 然後來這邊他也是都很冷 裝不認識 所以後來有出來喝幾次酒之後 才慢慢的他看到會笑 會比較交談 不然他其實比較慢熟是不是 對 很冷漠的一個人 點個頭這樣子 不好意思 費丹妮 那個我們今天主題是遇到這件事 會用冷漠掩飾害羞 是 冷漠跟害羞 對啊 對啊 那所以你今天是看到有位置 你就坐下來 就是有 我要講出來 對 真的啦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因為是這樣子 他們就跟我講 我喜歡這個女生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 我要跟他聊 可是我不知道 第一個我要聊什麼 然後就是不知道 我要怎麼靠近他 然後他會一直想一直想 後來 看到這個女生一次嘛 那第二次看到了一次 也是一樣的發音 第三次就看不到 因為他這個機會已經走了 對 已經走了 然後他們最後 你會 為什麼我沒有去 可能大家聊天 你真的應該示範一下 第一次到底 第一句話應該跟人家聊什麼 你跟皓如聊看看嘛 來啊 來啊 來 嗨 哈囉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剛剛真要講的 因為我剛剛他在講過事的時候 我就在回想說 我第一次跟費丹妮見面的時候 大家說巴西人都很熱情嘛 可是他對我很冷淡耶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巴西不是只要對是母的都會很熱情嗎 對 後來覺得 不是 單身的跟做媽媽的他們還是有差 他看得出來 這個有差 所以他跟楊皓如聊不出來 聊不出來 你看他那個害有多... 我們兩個比較單身的啊 你看他那個害有多麼的... 好啦 那他們聊 你跟Apple聊 Apple先好了 對... 跟Apple Apple Apple 你在做什麼 你出去 哇塞 哇塞 跟我就嗨 你剛剛是不是很熱情 我還沒擔心 你聽聽看他那個 好耳朵 對 那個充滿了熱情 真的 有意料的那種高靠 陽光 我們現在就來重播一次 費丹妮剛剛對楊皓如 那個厭世的嗨 嗨 嗨 你看看那個害有多麼的厭世 我講一句話就很... 很熱情啊 就是從那邊開始嘛 對 我覺得費丹妮這樣很格一格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是這樣子 當別人喜歡一個女生 都很愛給意見 就是你很笨啊 你怎麼做才對 可是當你自己喜歡一個女生 你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記得你 你幾個月以前跟我說 我現在已經當事很久了 我說為什麼 唉呀 我發現我現在都不知道 怎麼跟女生講話 我好像有點害羞了 不是啦 你誤會啦 那是因為她最近沒有固定的 沒有啦 所以真的 因為太忙了 然後 很久沒有 出去 這個意思 出去 好 這個我們不討論 不討論 我們來看第二個 烏克蘭 認識新朋友 因為很多人去烏克蘭 俄羅斯都覺得那邊的人都臭臉 也很冷漠的 其實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還是算是害羞的人 因為我們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跟你怎麼交通 所以我們就會連冷漠的就不理你 然後第一次跟你見面 我就應該說 哦 應該見面了 嗨 然後慢慢地慢慢地 就變比較友善 所以比如說我去英國的時候 我也 那個時候是19歲 這是第一次去國外 我從來沒去國外 然後我不知道 就第一次遇到外國人 我不知道跟他們怎麼交通 怎麼講話 所以也沒什麼朋友 都朋友們是俄國人跟烏克蘭人 因為如果西班牙人 法國人過來跟我講話 我也開始問很多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講話 我就練了冷漠的 那麼就馬上就走了 因為他們會問很多問題 我就說 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那麼多問題 他們覺得我不友善 他們就走了 好冷漠 之後你知道我那邊遇到一個人 也是西班牙人 他開始叫我 他說 因為我們的媽媽 那邊好朋友 然後他說 其實你不是冷漠的人 你就感覺有點害羞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跟他們 就開始講話小多一點 比如說你從美國人可以學 因為美國人平常知道 就認識不認識 就嘿 好一頓 就一直想 所以我們就我們的臉 嗨 然後大家覺得他就冷漠 然後覺得你應該對他沒興趣 然後他們就走了 所以就慢慢的 我住在英國應該一年 然後就慢慢的變比較友善 然後開始的朋友變多了 你們一開始看到蔡博文 會覺得他很冷漠 真的 不是 因為他感覺很嚴肅 有沒有 不像被丹尼嬉皮笑臉 對啊 因為他五官很集中 而且你會覺得 他五官很集中 就是覺得很Q頭到冰 而且我今天烏克蘭的男生女生 好像男的就是都還滿帥 女的也滿美 所以他們如果不講話 都會有一種高傲的感覺 就是那種冰山美人的概念 所以像小楠哥長的就是 比較接近本土啊 就比較親切 有說親切 確定的吧 這是有種笑虧啊 很親切啊 什麼笑虧 好像好相處很好啊 趙俠就是單純就是難聊 對 真的有耶 有難聊的感覺 Apple你覺得哪裡人比較難聊 難聊我覺得是 日本人 日本人 對 因為其實日本人 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 但是會讓我覺得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們是 禮貌還是冷漠 還是很害羞 因為像去日本 然後像東京 他們走路速度都很快 可是又很 我去那邊 我會覺得很容易迷路 因為他們巷子很多 然後通常我都會看到 一個男的或是女生這樣子 可能覺得感覺不錯 可以去問他 我就走過去說 不好意思 他們就會嗨嗨這樣子 然後只要我一講說 我想要去 我什麼就指地圖 I want to go 狗是什麼 妳想養狗是不是 I want to go to 英文也很爛嘛 別這樣說 妳是想說 I want to go to there 對不對 對 但是他只要一聽到 不是日文的 因為我原本現在講 すみません 他可能以為我是日本人 對 但一當我後面講了別的語言以後 他們就是這樣子 原本這樣 怎樣怎樣 就要聽我講 我一聽到別的 一聽到我講別的語言 他們這樣 嗨嗨嗨嗨 就慢慢就後退 退場 我也遇過 我跟你講我也遇過 我曾經在日本 是這樣子問路 然後他們日本就是 因為他們也走很快 我直接問他 我就問他說 這個地方在哪裡 我就給他看那個 餐廳的那個招牌 然後他是日文 然後他就直接 直接就是轉 就是也是這樣子 然後轉頭就走 我也是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裡太冷漠了吧 這是 不是最有禮貌的一個地方嗎 不是 請問一下 富民 這是你們的一個 用冷漠眼 是害羞的方式 還是說你們真的就是 討厭外國人 我們不是討厭外國人 是 不習慣跟外國人溝通 你們是繼續用日文問比較好 就是 我們為日文 我要學問他 因為日本 他們想要就是 做什麼事情 都是要到最好的跟高度 對 沒錯 很想有這種服務你 但是因為英文又不好 那就一聽到 這個是英文 然後因為我怕 我要講的又不標準 他不想亂回答 對 不想亂回答 那你對於日本人 其實英文不太好 又愛穿英文字在衣服上面的話 然後還要綁雷鬼頭 可不可以不要再攻擊日本人 沒有 他攻擊的是你 這是我 這個是 怎麼唸 怎麼唸 謝謝 我們來看下一個國家 嘿嘿嘿 請看 好的 我們被誇獎讚美 有嗎 挪威 對啊 我覺得那個是 挪人非常害羞 因為挪人他們不喜歡太誇獎 別人太誇張 誇獎 然後有一次我跟我朋友 去我們公司的這個威亞 挪威沒有威亞 可是差不多 可是那個是他知道他的經理會誇獎他 所以跟他說好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他那個 他一直看到手機 然後有點緊張 就是去車說很多次 然後那個經理上台 然後是他要開始講話 就是開始誇獎 然後他說 他假裝他 我的客人打電話給我 我要離開了 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經理人說 那個同事在哪裡 他不在 對啊 他有一個客人 所以沒辦法 他說OK OK 所以如果我現在稱讚你說 馬克思你真的是長得很帥耶 可是這邊人 有點會害羞 你沒有害羞啊 你有害... 可能是我吧 可是如果你們別的挪人 應該會 那瑞典人呢 他們會... 其實沒有 北游應該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很... 自己不喜歡被誇獎 然後也不想誇張別人 我覺得你真的 現在最近紅得很有型耶 好紅喔 接近二級燙傷 但是真的很好看 可是你有沒有聽過 我誇張別人 我很少誇張別人 我也沒有讚美啊或什麼 害羞是不是 對啊 我就... 不知道該怎麼講 給我害羞 但是... 害羞 好 我們來看日本的 日本的是... 當眾回答問題 就是剛剛講那個嘛 對 在街上 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是因為我們是從學生開始 養成的 好 養成什麼 你知道我們在學校裡 老師問問題的時候 不是有... 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懂 不是舉手問 或者老師問學生的時候 不是說有人知道 不是會知道 就會自動講嘛 講話對不對 但是日本是不會 日本是完全不會 跟台灣比較像 那為什麼不會是... 那因為有家害羞啦 但是呢 我之前在... 那你是真的不會嗎 我... 我是因為之前 我是江蕙學生 來過台灣之後 我再回去高中對不對 回去來上課高中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習慣台灣的樣子 所以老師講的 我聽不懂 所以我就舉手問 這個時候 我整個都在看我 嗯 然後老師說怎麼了 我就問嘛 我就問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笑 嗯 那我就奇怪 為什麼笑我 會不會是你的髮型啊 不是 不是 所以你們是怕丟臉 所以乾脆不要回答 我覺得是怕丟臉 應該是說 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覺得很害羞 就是怕丟臉啊 對 這是丟臉嗎 對啊 你們怕跟別人答出來的答案不一樣 怕被笑 這就是怕丟臉啊 嗯 我可以撕下一個字板 對 對 對不起 好 那下一題 德國 德國的是 上台表演師 如果不只是上台 任何表演 唱歌啊 跳舞啊 任何需要 就是放鬆一點的東西 德國人都很害怕 其實我很開心 我可以在台灣做 這個行業的工作 因為我可以磨練自己的一些 恐懼 克服恐懼 面對鏡頭啊 面對很多人講話什麼 因為德國人不會練習這個 那我上一次回德國 參加朋友的婚禮 我就是在朋友的婚禮演講 但是完全沒有準備 我就是覺得 好 他們現在 大家都在跳 有人有麥克風 他們有麥克風 我想說 我現在要表現一下我的 即興耶 我覺得 有人在婚禮演講的嗎 人家就上來講幾句祝福的話 這樣而已嘛 不是演講幾句祝福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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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一兩分鐘這樣子 講一些我們 因為我是那個 新娘最好的朋友 你一兩分鐘可以講完話嗎 也是在這邊磨練的好不好 好 芳生 我就是在那邊演講 然後我快講完了 我想說 好 我應該要拿其他的兄弟 一起上來 就是講一些話 然後我看 他就 害羞 我就 好啦 芳生 講完了 好 後來那個 那個 新夫妻的那個父母就說 哇 少侠 哇 我們都不知道你那麼會講話 德國人沒有把握的東西 根本不管嘗試 對 所以這種表演方面的 如果沒有橫力的壞的話 德國人完全不管 可是你沒有第一次嘗試 你怎麼會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德國人不管嘗試新的東西 哦 對 非常非常非常怕表演 因為你記不記得 去年我參加一個唱歌比賽 在這裡在節目 對 我那個時候我就來節目 應該三次 然後他們就有 有人跟我說了 你要不要去唱歌 我說 不好意思 你那時候好緊張哦 我說 我還滿不行 他說 哎 不要緊張啊 那邊沒怎麼樣 就回頭路 你們怎麼唱 我說 不要唱嗎 他說 啊 可能要唱啊 可能不唱啊 不要緊張 好 然後我就同意了 之後我們去了跟老師見面 然後那邊要唱 然後跟老師聽 然後老師就罵我 我說 你知道你唱歌很不好 我就知道我就開始這樣子 因為節目就兩天之後要上 然後我就沒辦法睡覺 然後肚子不舒服 我去買藥 因為都非常非常緊張 之後來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聯繫 然後我那邊你知道 我就發現其實要很認真唱 然後還要很多人會看 我就這樣 然後你說我們開始唱歌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聲音 我愛你 你是我的助理 我愛你 你是我的助理 我願意變成你的兩山崩 他看我很近 我遠 他近我遠 然後一直看我的臉 你知道我就這樣 我非常緊張 然後就好丟臉 好害羞 我那個時候我的臉就變紅 然後大家說博文你那麼緊張 然後那麼害羞 因為對我們來說表演 就非常非常可怕的 但是你剛剛那一整段裡面 你是因為要唱歌害羞 還是因為那女生靠你很近 你才害羞 都有 因為你知道這個唱起來是表演 對不對 所以你要我再看 然後他就看我這樣子 我就覺得 你看我幹嘛 害羞 害羞 然後他的臉就這樣子 然後他的經驗 他就 巴西 巴西會嗎 巴西也會啊 怎麼可能 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 我說真的 開心到臉紅是 不是 沒有在這個範圍裡 而且 巴西人很無可聊 我跟你講 因為巴西是因為那個 點阻礁的關係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比較保守 來講這個性的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跟妳講 是不是自己講完也怪怪的 沒有 真的 在台灣就是 好像是大家很會聊這個東西 哪有 真的喔 你去KTV 跟一大堆朋友嘛對不對 那你在KTV有的朋友是很熟的 有的朋友你不熟 可是講真的 這樣回想起來啊 覺得很飛蛋 你不要看他好像很開放 可是他其實很容易害羞 因為夢多很常會拿他來開玩笑 都會啊 可是他每次都在旁邊說 哎呀不要 然後就開始臉紅 他就開始害羞耶 因為夢多都說他這樣啊 哎呀 真的 那就是關於色彩 你看他開始 然後臉又開始紅了 沒有 夢多已經講這個東西 講太久了好不好 沒有 因為其實不只夢多 很多人都說 哎呀 這個不用再講 你看他都演得紅了 真的耶 真的耶 因為我回來 我剛剛是在講 他講不下去了 你在KTV的時候 跟一些朋友有的是熟的 有的是不熟的嘛對不對 那如果是熟的無所謂嘛對不對 但是你會想到你不熟的人 你會害羞 你不要開始講東西 比如特別講性的部分嘛 那台灣我發現了 台灣是很敢講 而且講得很大聲 而且還講名字 我剛剛聽到夢多的名字 我現在可以抱怨一下夢多嗎 可以啊 因為剛剛他 你剛剛那個小之前不是說 他私底下說講那種色色的話題 一直在講 對 大家認為 沒有 日本是在全世界 那種色色的部分是 發達是非常厲害 沒有錯了 但是講事實 我們日本人不會在那種公共場所 講出這段東西 你知道嗎 直接回家看而已 臉這個 你們應該是只有喝酒之後嗎 沒有 臉喝酒之後也不會講 哪有 都是 他們那個年代招成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你們是不是好朋友之間去喝酒 比如不會講說幾個男生就說 昨天那個妹怎樣 不會 都不會討論 怎麼可能 不會 真的是不會 而且你們的綜藝節目 就已經很澀了 那你們到底在聊什麼 吃他們的東西 你在講 因為我跟你講 我其實蠻多日本的朋友 像我之前有一個髮型師 還是日本人 他們就是一群在台灣工作的日本人 然後工作結束就會去喝酒 然後他們 因為我比較不通認 我就沒跟他們去 可是我另外一個女生朋友 她很喜歡日本文化 所以她就有跟他們去喝酒 然後她就說 他們喝了酒之後 就會說你的胸部好漂亮 然後就會 等一下 她幾歲 問題是她幾歲 問題是她幾歲 三十幾吧 你看三十幾嘛 莫哥幾歲 六十幾啊 六十幾 就是那個年代會這樣 但是我們這個年代是真的不會 所以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 很多同學問我 那個AP女兒有沒有認識 那個什麼 你喜歡哪個姿勢之類的 就一直在問 那我就不會講啊 我就不想講 所以我一直說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會看 我就是一直 就不講 結果大家都認為 我是一個Cherry Boy Cherry Boy Cherry Boy 出難 什麼都沒有經驗 拜託 我不是 我是不想講而已 你知道嗎 那你現在講看看吧 我 我 我 Cherry Boy 你們有沒有曾經 因為這個個性害羞 發生過什麼樣的誤會呢 馬丁的是名聲被破壞 什麼名聲 就是說 因為有簽一陣子 然後跟朋友去玩 然後突然就到了一個 一個經典啊 就海邊啊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感覺天氣也不錯耶 水溫也還算舒服 去游泳吧 但是沒有戴泳褲 那我就想說 哪褲也可以了吧 然後我就在這 因為我也想說那邊也 其實人不是很多 然後我就想說 內褲也OK啦 因為 女生的內 女生的比基尼跟內褲也不是一樣嗎 那你內褲什麼顏色 就我那種啊 就是很 就 就就就就就 就是像 像我現在也是就是這種 就是比較 喔 深色的還OK啊 但是就是花花的這種 反正那不重要 重點是說 因為我們做事在那邊 然後很開心 然後在玩水 然後什麼的 然後突然 有一群人 然後過來說 就是 因為認出我 然後說 可不可以拍照 然後我就在那邊說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現在有一點不太方便吧 然後 然後他們就是覺得 唉唷 沒關係了吧 就拍一張照吧 對啊 有什麼關係 你都敢穿內褲游泳 還怕我們拍照 他們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唉唷 我不要 不好意思 然後不想啊 但是 我怎麼拒絕他們就是不想啊 然後就說 唉唷 你不要那麼冷漠啦 可以啦 沒關係 然後我就最後 我就拉著一個袋子 然後就是 就是拉著我的袋子 在前面 我就是拉著這樣子 然後就拍照 然後超尷尬的 這樣真的很尷尬 對 然後 然後也不知道這個照片 是 對啊 撞到哪裡去啦 現在怎麼一直都是在 他們去買 在等說 馬丁的那個穿 穿內褲照片 在海邊管的 你去爆料公社找一找 可能會 你知道我很常碰到這種的 就是在健身房 然後你洗完澡 明明就有一個浴巾出來 然後你知道去健身房 誰會化妝啊 就是這樣 蓬頭垢面 然後頭髮綁起來 剛洗完澡出來 就會有人說 我們可以拍照嗎 我說蛤 不行啊 這樣耶 他說對啊 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吧 我說不太好吧 我沒有化妝 他說沒關係啊 我沒有關係啊 我說 因為你太尷尬了吧 那個時候 那樣很害羞 但是我其實 我覺得演藝圈 台灣演藝圈還滿多 就是比較害羞的女生 因為像我之前的搭檔五熊 他就是一個 爆炸害羞的人 因為他在不熟人的面前 就是一開始我們在出外景 大概前半年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外景 可能會弄濕 那你可能要換 但是時間沒有很長 那只有一間廁所 我說怎麼辦 我就說 一起來一起換 趕快換一換 然後我們頭髮吹吹 趕快就走了這樣 他說不要啊 你先換啦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也還好吧 因為其實我們換 也不是面對面 你就背對背換 但他就是那種很害羞 然後甚至害羞到 譬如說像有時候 早上起床 我就會跟他說 早安啊 他就不會回我 然後就繼續化他的妝 就是一個非常冷漠的人 然後一直到 我們主持了半年之後 我才有一次就是跟他說 我覺得你是不是討厭我 然後為什麼都要這麼冷漠 他才說 因為他其實滿害羞的 他有時候就是比較 就是他會覺得 那麼私密的事情 不知道該怎麼分享 他不習慣跟人類互動 對 他不太喜歡跟人類互動 因為他平常生活 就是都是自己在家 然後跟狗 他只是害羞 那你就不要跟他講國語 你就跟他 這樣他會很熱情喔 是不是 他剛剛封我下巴 對啊 我真的可以 這瑋瑜真的要理解我們 像我也是一個很害羞的 你放屁啊 我真的是 我就真的是很低調 我就不喜歡成為 誰在那邊拍比基尼伴女兒 在那邊沙灘這樣 那我要坐在我這邊 該遮著這種 但是我真的是不喜歡成為 大家注目的交集 你放屁啊 光芒真的太露了不好啊 誰那天還在車上自拍那樣 我不好意思在臉書 不行對不對 奇怪 就是因為譬如說 像有朋友的生日會 怎麼了 不要硬講啦 好 隨便 馬格斯 好 我有一個 怎樣 你到底怎樣 他要接 你到底怎樣多害羞 就譬如說朋友的生日會 譬如說他生了一個小寶寶 然後辦那種滿月 滿三個月 然後在飯店辦那種生日會 然後他們還有請一個魔術師 因為現場很多小朋友 讓魔術師很開心 然後魔術師就會在那邊 表演嘛 然後就會說 那我現在需要一個 美女的助理上來幫我 哇 那現場都好多辣媽 還有那個產婦的家族的 大姑小姑 大家都哇 裝扮得好漂亮 大家都在那邊 準備了被魔術師挑中這樣 他就說 找一個這個美女助理 就說 好 那就這位小姐 她就點了我 那我該怎麼辦 那個魔術師該居家隔離囉 不是 那該怎麼辦呢 因為那個場子也不是我 我再怎麼樣 就是再怎麼樣 你被挑中就很害羞啊 就是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只好 就是冷漠以對 我就要表現出 我不想參加 裝不在 裝不在 我不想跟她玩這個魔術啊 然後讓她可能挑別人 所以她可能就說 妳心裡有沒有一些願望 願望我可以幫妳達成 沒有願望 然後我就 沒有願望 這難搞啊 那不然那個 不然我們來猜數字 妳的數字我已經寫在信封裡喔 妳現在心裡想一個數字 我這裡面就是喔 八七 就是妳就是這樣這麼冷漠 妳就是八七 妳這樣就好難搞喔 因為 因為 那我就會想說 那你如果覺得我不好配合 真的啊 你出來表演完小孩都哭了 沒有 因為我就不好配合 你就選別人 別人有很多人很想上去的 他會用不要臉言是害羞啦 什麼表演 冷漠 被誤會 馬克思趕快接好不好 好 我有一個故事這樣子 嗯 聽完剛那一段暈倒送我 有一個人嗎 你以為這樣比較好撿是不是 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要信我吃台灣的食物 那個 嗯 鵝鵝鵝 鵝鵝鵝 對 然後 我 他信我去他的最愛的店 然後他吃他很開心 一直吃 然後他跟我說 喔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嗎 馬克思很好吃嗎 我說 對啊 這很好 可是我覺得 有點不舒服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 可是 我覺得拒絕他有點尷尬 因為他那麼開心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 所以我跟他說 哇 肚子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要去醫院 他說 是喔 為什麼 其實你有過敏嗎 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們去那個 Taxi 然後我跟他說 我真的不喜歡 所以我要真 為什麼你那麼白癡啊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說 欸 我都以為外國人 都很直接不是嘛 對啊 你看看少俠 少俠就問 你這什麼爛東西啊 我突然想到 我剛好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跟一些台灣的朋友 去吃飯嘛 然後他們點一大堆東西喔 那我們就是多要 多吃 多試試看 可是你到一個程度 你已經飽了 但是你 你沒有吃完東西喔 他一直拼你 吃 你吃 你吃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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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個你會很不舒服 很害羞就是 喔 不要吃 不要吃 而且你 你不吃的話 他也會可能會 開心 會這樣嗎 我遇到的問題是這樣子 呃 以前就是我的女友的媽媽 約我們 她請我們吃飯 她要自己在家裡煮 剛好那幾天是拉肚子 可是我們德國人 對大便這種話題 我們完全不敢開口 我們覺得那是很 沾很丟臉的東西 不敢開口到說 你不敢說我現在去拉肚子這樣 不行 我們不會聊到大便這種東西 我們覺得那個很髒 我們覺得很惹心 對 所以我去他們家 可是我怕我在那邊需要上廁所 所以我不敢吃東西 那我媽媽就煮好東西放 然後我說 不好意思 我吃不太下 我已經吃飽了 然後我女友就 蛤 你明明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吃媽媽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先吃飽 你是很不禮貌 對啊 然後我就 你就說 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那個媽媽就說 好 那你吃幾口 我就說 好 我就吃一點點而已 然後整個氣氛很尷尬 然後後來那個女友回家 也是跟我冷戰 然後不想 我就最後承認就是 寶貝 不好意思 其實是因為我拉肚子 我怕我那邊要突然上廁所 他就 啊 你怎麼沒有講啊 沒有關係啊 你好可愛 我想說 很丟臉耶 我們德國人真的很ㄍㄧㄥ 像我哥哥 從來沒有在女友面前放屁 我就上廁所 天啊 壓力好棒 上廁所也沒有 真的假的 有時候出去約會一整天 都不上廁所 可以上廁所 可是不能在他面前上廁所 也是不能在他面前放屁 那你要怎麼跟他說 你要去上廁所 他就說他要去洗手間啊 台灣人說我要去大便 德國人不會 我要上廁所 對 他會說他要去上廁所 他不會說交代他要大便小便 而且我覺得 台灣人很愛主動分享 肚子最近的狀況 沒錯 我最近肚子好不舒服 拉肚子什麼 德國人不會這樣子 我們也不會問你的肚子還好嗎 完全不會 完全提到這個話 就很想分享 好不經界 很想分享 就是會想要知道說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我哥哥到現在都覺得 他很希望他一輩子都不會讓 自己的人另一半看到他上廁所 真的假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就只有一間廁所 一早你時間很趕 然後你要刷牙 然後你老婆就坐在裡面上廁所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跟我哥哥說 他從來沒有跟他女兒住在一起過 他最近才跟他搬在一起 我說你痴子會發現 你痴子一定會在他面前發屁 他說不行 他很不敢面對這個事實 那哪忍得住啊 對啊 但我有碰過我的外國朋友 他是會一群人可能聊天聊一聊 站著聊天聊一聊 他會突然這樣推推推 推到角落 然後也沒有什麼 就走走走回來 然後我們就一直問他說 你幹嘛每次都這樣 他後面才講說 他只要突然一個人走到一個角落 就是他去放屁了 放完屁然後再走回來 可是他不想那個屁味讓大家吻 這樣也是蠻好的 對 我在英國的時候 這類 當街被路人圍繞 這很嚴重 我在英國的時候 就跟朋友們去個地方叫 在英國每個城市 有很多店 餐廳 我們就走一走 走一走很輕鬆 然後忽然我女朋友就 大家就要跟我聽 然後就被嚇到 我說你幹嘛 然後退他 你還退他 他人就是他來砍我 說你不愛我嗎 我說吃什麼不愛你 你看很多人 在家這邊你幹嘛 說你看我看很多電影 你們不是很浪漫嗎 有什麼問題啊 不會 你知道 咱們的國家不行啊 不行 當街清嘴 我的意思是平常 我們會去一個地方公園 或是一個地方 你知道河邊就沒有人 很安靜 我們那邊兩個人坐 可能有雨傘 然後可以薄薄清清 就這樣子 不是你知道有很多人 然後你就那邊 要有點清清薄薄 這個很奇怪 在英國也覺得很奇怪 唉唷 現在到什麼時代廣場 快了 大家聽的那什麼意義 有沒有遇到在電裡面 然後很多人包包這樣子的 沒有啊 以前瑞士也是啊 我們在學校裡面都是啊 三部一小青 五部一大包 接上全部都黏在一起 我覺得你們看很多電影 你們看電影 然後就叫外國人很開放 什麼都玩情報照 是嗎 還是其他國家 除了日本 日本是保守的 沒辦法 其他的國家也是嗎 還是我們看到的 都是巴西的電影 哈哈哈哈 在德國公園都有人在黑修啊 沒有人在管啊 真的啊 你們不能講大便 但可以當街黑修 所以 好奇怪啊 我覺得沒有問題吧 可是如果太誇張 我覺得 OK 好啦 我覺得 就稍微親一下OK啦 對一點點啦 對一點點啦 如果他們一直在摸 我覺得OK 可是我就是不理他們啊 就是錯啊 OK 之前也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老婆懷孕的時候嘛 那因為她懷孕的時候啊 然後拿過來那個 監運棒啊 給我看啊 然後說 誒 懷孕了 喔 這一刻你們的反應很重要喔 真的 女生很讚 然後我說 會記一輩子 哈哈哈哈 怎麼心要煮 你第一刻她拿給你的那一刻 是這樣子喔 那去醫院 檢查一下吧 去看看吧 就比較安全啊 你第一句還解釋這樣 就差不多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耶 但是因為 因為都是就是很 很 也不是很雖性 但是就是很 很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然後就 誒 好了 去看醫生拿檢查一下嘛 然後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嘛 對 然後後來我們在那邊啊 然後醫生 醫生也是有時候看說啊 然後就說 恭喜妳要當爸爸了啊 小孩有 小孩有心跳嗎 那個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啊 然後 看那個 曹音波啊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 因為這樣子就是 老婆就是一直都是很生氣 然後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就是 她一直都是罵我 為什麼妳就在那邊 一直都當臭臉啊 對啊 對啊 小孩妳已經要當爸爸了 為什麼不開心一點 可是我就是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連醫師看診完出來 都拍拍妳老婆的肩膀 要堅強 沒有這樣 因為她 她就是真的說 欸妳不是 妳不是應該要就是比如說 醫生跟你說恭喜妳要當爸爸 妳不是應該要想電影演的那種 很開心耶 我趕快抱起來 抱起來宣傳 然後去給我 耶耶耶耶 這樣子 可是我就是沒有啊 然後 就很冷淡 其實到 真的假的啦 你看到 我是內心開心啦 我是內心開心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 動作或表情或那種 那我問妳 妳老婆拿給妳 告訴妳她懷孕了 妳是什麼表情 我很開心 可是因為前面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 因為她就覺得說 她好像有一陣子沒有來了嘛 她就說那要不要去這個 這個區城市買一個那個來看 我說好 我就去嘛 去以後我就發現說 奇怪 怎麼有從 69 79 到99 你去買喔 對啊 算貼心 要100多的 她就叫我去買 還有100多 200多的嘛 那我想要買最便宜的嘛 對 妳一定是買69的啊 買最便宜的 妳為什麼沒買69 因為我怕那個 怕側不穩 怕她那個是不是太爛 萬一不准怎麼辦 那加10塊就比較重 然後我想說加10塊 妳敢給我多拿10塊 妳也東西好一點嗎 是不是 那妳怎麼不買100多 她都敢跟你拿都在 不是 100多 那有點浮誇了嘛 那不是重點 然後我就買回去了嘛 然後弄完之後 欸 應該是什麼 兩條線嘛對不對 然後妳就再去買100多的 沒有 我看我很高興 可是我自己不敢講 因為這是79的東西嘛 我想說萬一不對怎麼辦 就買100多的 我其實很緊張 沒有 妳就一次買好幾個 然後回去全部都驗一驗過 妳不太了解我 妳就是79塊買了妳自己尿 如果尿完有兩條線 那就代表她不能用啊 沒有 我就有點心虛 我想說很開心 但是我不能跟老婆表現出來說 這是79的嘛 後來我說很棒 我說 那我們還是就是因為已經有了嘛 去醫院 去找醫師我們來診 我們就打電話問說 看有什麼醫師介紹 然後就去驗 驗出來是真的 真的 但會不會是妳很開心的原因 是因為妳老來得子 所以妳有期待 我會有期待 我會有期待 而且我很開心 我覺得說很棒 我是真的想要一個小孩 所以表現Stacy是滿意的 那妳老公呢 我老公也沒什麼表情啊 我也是自己去買驗運的 而且我是最便宜的 跟最貴的各買一隻 都買一隻 對我是各買一隻 老公也沒什麼感覺啊 然後就生完了 沒有 這不會真的那麼誇張 都是真的啊 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 就去我們的觀察啊 真的就是 所以是女生想太多 對 去我們的觀察是 除非妳的老公是真的很 就是像他這樣子 已經是 比較晚來的孩子 我有休息喔 比較晚來得到的孩子 俗稱老來得子 好嗎 好啦 還會期待 因為像玉琳哥 像Paul哥他們有小孩 都說好開心 對 可是大部分的爸爸 大部分的爸爸 就是第一次聽到心跳聲 都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呢 像懷孕啊互動啊什麼 他在踢啊 你看看我肚子在動 他也沒什麼太大 直到生出來那一刻 他看到了 他才會覺得 我真的當爸爸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對 對 就像我們講了 外國人有時候是非常直接的 有沒有在什麼樣的地方 反而你們是超級直接的呢 對 你知道有很多台灣人 比如說 如果他們借一千塊 一百塊他們的朋友 之後朋友不歡 他們也不 他們不敢問他 啊 我的錢啊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很直接 我給你多少 五百塊一千塊一千塊 我就一定會 打電話給你說 我的錢什麼時候 你那時候給我回來 就是一定的 比如說 我有一個朋友 我幫他 借錢給他 他跟我說啊 他現在的情況不好 沒辦法錢還給你 所以我跟他說 好 你沒辦法錢還給我呢 你知道你又大 你的家很大 他說你又一個很大的家 然後那邊有一個空的房間 我就搬到那邊 住那邊 他說 哎 怎麼怪怪的 我說那就這樣子呢 因為如果你有錢 就錢還給我 可是如果你沒有錢 那我就住你家免費的 不要付房租 因為就這樣 他覺得我開玩笑 可是我什麼都拿 就搬到他的家 嗯 我一定住得更爛 沒有 但是他欠你多少 對啊 我不付我免費的 不是 我就說他欠你多少錢 他跟你借了多少錢 滿多的 滿多的 可以住到兩年應該是 兩年很誇張 因為我們關係很好 但是就是因為到現在 買辦法換 所以就OK啊 月頭的家不錯的 如果我住這種家 應該要付三萬塊 但你有想到方式去 彌補啦 就OK啊 對啊 所以就這樣子啊 因為很多 台灣人反而是碰到錢 會更 更不敢 會更害羞 有時候錢借出去 太久了 然後想說對方好像也沒有還 然後自己反而也不敢要了 乾脆就不要聯絡了 因為我 我曾經借我一個女生朋友 她說她家裡出事 我就借她四萬塊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才大學 所以其實四萬塊都對我 我其實滿多的 大概就是一個月的薪水多 我說好那她家裡真的有事 真的出事我就借她 後來她就說她也沒辦法還我 我就也沒有想說 那等她之後有工作再還 後來我就看她Facebook 在那邊坐聯啊 然後什麼就一起 然後出國啊 買名牌包 但她就是沒有還我那四萬塊 然後有一次我就說 就是我們就出來吃東西 就聊到說 那你家最近還好嗎 什麼的 然後她就是避而不談 可是你也不好意思跟她開口說 那你那個四萬塊呢 尷尬 對方說好像算了 就是四萬塊交一個朋友 而且有時候就算 你借給人家錢 你已經想說好不拿回來 可是那中間見面還是有一個 尷尬 就是尷尬 尷尬的 沒錯 對 Facebook的家 看到有什麼 然後她的包包 電腦 手機 就這樣子 那叫偷竊 今天有聊了這麼多地方 有些人會習慣用冷漠來掩飾害羞 對 千萬不要這樣子 但是看到她可能 她冷漠 有可能她在害羞 對啊 而且今天聽完那麼多 而且我們發現外國人居然會害羞 尤其巴西怎麼可能 所以下次跟她們相處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她們逼到絕路 今年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麥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